請 謝謝主席 我們 市長 三位副市長 我們 市府團隊 還有這個議會同仁 還有這個我們的媒體 朋友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今天是我這個第三次定期大會的 市政總質詢 那待會會有一些議題跟我們市府團隊 來救教 那在 開始之前 我想剛剛市長有提到我們這個旅運大樓 我還是補充一下 其實 旅運大樓除了一開始 招標的過程有一些問題以外 當然這是港務公司吧 那其實還是在 應該是在去年還前年發現 基地下面有一些污染的問題 當然延宕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因為那個土屋整治的整個流程 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這也是不得已的 我們也是希望說 其實 最近延宕就是因為那個土屋整治 頭到這裡去哪裡 走去哪裡 這個我想 時任環保局長的這個 陳副市長 應該也很了解 當下 問題很多 那 當然好像也解決了 那希望這個工程趕快進行 這個旅運大樓趕快蓋好 讓我們的 市政府的亞洲新灣區 可以比較順利 未來對我們觀光發展也好 對我們的產業發展也好 會有更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點 我想 再一次跟我們市府團隊 提醒一下 我會在議事廳拿出來談論的議題 我想 就我個人而言 我都會非常慎重 那一定是我覺得 有必要來解決 或真的是有這個迫切需要的 才會提出來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府團隊 在我們部門質詢的結束後 有一些可以即刻有作為的 應該是儘快來了解 應該是儘快來了解 我特別提醒一下 好 那就進入我這次的市政總質詢 這方面是一塊干渴的土地 所以我第一個議題 就是高雄市的水夠用嗎 大家還有印象 民國一百年 去年 我們高雄市的民生用水 都陷入在四五月的時候 陷入這個限水的危機 我想市府團隊相關的局處 應該都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最近有幾則新聞 我們看到彰化缺水 Google擴廠卡住 他現在Google那邊有一個資料中心 他原本預計要擴廠 那因為要六千萬噸的水 他們現況 他們現況是 現況是用水量是大概一千噸 他們要六千噸的水 不是六千萬六千噸的水 那因為彰化的地方 本身就屬於這個水源的部分 當然調度上有些問題 那包含第二個 這三個都是這個 在網路新聞的標題 第一個應該是這個聯合新聞網 第二個是中央社 是Google 一樣是講彰化缺水 不過經濟部有跳出來澄清 那最後一個 這個是在這個環境支援中心 他的新聞網裡面提到的 世界銀行 預估啦 預估 到2050年 全球會有很大的缺水 這個危機 那他會影響什麼 就是影響我們GDP 等於是我們的經濟發展 影響百分之六 其實在其他地區 在東亞地區 他推估的是大概百分之七的GDP 那當然這些問題也許是很遙遠 那我們當下要怎麼來處理 我剛剛講到我們有缺水的危機 我是不是先請教我們水利局局長 高雄市一天的用水 用量是大概多少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 那一天用量 那個民生加工業大概一百六十萬噸 一百六十萬噸 我想這個數字 它會有一些變動 這個數字是大概是一個平均值 那我們的水從哪邊來 主要的水源 我們這邊高雄用水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工業用的部分 大致上是在鳳山水庫 那鳳山水庫水源是在東港溪 那其他民生用的主要是在我們的高平溪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從那個我們的 真文水庫跟南華水庫 約翼雲水過來我們高雄這邊使用 好 謝謝局長先請坐 因為我們主要的民生用水還是 印象中在風水期的時候 這個高平南河宴可以提供約七十萬噸的水 不過在去年啊 就遇到這個都沒有下雨 也是因為高平溪的流量 這個到達一個非常低的低點 那所以說遇到這個缺水的危機 那我在上上個會期 也就是第一個會期有提到再生水 那當然市府這邊有在努力 那包括在過去再講 齊山水庫當然是不可行的 現在講高平大湖 那因為它現在還是有很大的爭議 什麼時候會通過不知道 我們如何來有效調度這些用水 因為從資料來看 因為我們的這些民生工業用水 其實在枯水期的時候 是有排擠掉部分的農業用水 我們如果更有彈性的來調度 我們既有的水源 是不是未來 再生水的這個腳步可以再快一點 是未來在工業區的一些水 讓它可以循環利用 包括金發局 我們在發展我們的產業經濟 我們也希望像這種資料中心 可以來到革雄 但是因為它需要大量的冷卻系統 還要冷卻它的這些server什麼的 所以它需要有很大量的水源 像這些我們如何來做 如何應應目前的產業發展的需求 我們才不會到時候會有很大的缺口 那重要的就是把既有能夠用的水 包括有可能排放到海裡的污水 我們做一個通盤的一個盤點 我希望水利局跟金發局這邊 金發局可以提出 未來我們產業發展如何跟上這個需求 我們提出來 讓我們水利局可以在這個通盤的檢討下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以後 也許因為我們不是水資源管理的單位 它有中央有水利署的水資源局 又有這個自來水中心 我們把我們需求提出來 把我們遇到的狀況提出來 甚至我在部門在小組提到的 其今的污水處理場 是不是有沒有必要來升級 一天七十萬噸的水喔 那排放出 八九十萬噸的水排放到大海 有沒有可能在 它整個這個平衡考量下 因為那個還要建管線建什麼的嘛 那這個這個我們來規劃一下 不要未來 產業要 我們產業已經有一個明顯的起步的時候 又遇到像彰化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請水利局長 你可以答覆一下 請局長回答 跟議員報告 其實在整個再生水發展條例通過以後 我們目前針對這一個再生水的使用 主要就是從我們目前的民生用水這邊來做供應 那目前我們也在整個像鳳山西污水廠 臨海未來要建的臨海污水廠 或者是岡山橋頭污水廠這一些 還有中區污水廠 我們都有做過一些供應給臨近的這些工業區 來使用的一個規劃 那目前已經有確定要執行的就是我們的鳳山西污水廠 這個部分未來在107年以後 每天會提供4.5萬噸給這個臨海工業區 那我們也有跟金發局這邊的核發工業區做合作 未來也是會大約提供每天6000噸的水 給這個核發工業區 這是未來的一個計畫 那針對這一個剛剛提到的這個中區污水廠 我們也有規劃就是在適當的一些管線 去解流目前的生活污水 那提供也是給臨海工業區 那未來臨海工業區的一個那個臨海污水廠 我們也有規劃要提供2.5萬噸 這個部分都已經在跟虛水的這個機關洽談 因為再生水的供應必須要找到虛水端 而且不能夠太遠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在執行 謝謝局長我想這個要跟上這個產業發展的腳步 你請坐 那還是提醒一下市民朋友 我們盡量節水使用 那當然這有限 我們也感謝建管處 公務局建管處 在這幾年的一些建築物的規範 也相應的提供了這個自宅 它本身有它的蓄水供水的一個循環系統的這個規範 那再來 那再來 其實去年 是一個蠻值得慶幸的 就台灣的這個環境永續 就台灣的生態永續 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國土法 通過了海岸管理法 也通過了我們的這個海洋思維委會的組織法 那之後到底該怎麼走 很多都還有一個銜接期 有一個緩衝期 因為是這個對 local的影響 對地方的影響 其實是有一些衝擊的 包括現有的其他的觀光產業 相關的規範 那我想海岸管理法 我剛剛講就是為了我們的海岸的生態也好 海岸的它的永續也好 這個以這個角度來規範 那裡面主要其實最重要的啦 定義何謂海岸 海岸地區分成濱海陸地 跟這個沿海地區 那裡面也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也就是這個內政部 他們來訂定海岸管理計畫 那這中間有涉及到我們地方的有一些 二級的海岸保護區 海岸防護區就由地方來訂定 那從一些這個法 訊息出來以後 有些地方有反彈 那那些地方通常都是 沿海觀光比較盛行的地方 我想這會有衝擊 這會有衝擊 要怎麼解決 我是不是先請教 因為坦白說啦 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該請教哪個單位 因為感覺上是問海洋局啦 那其實就我個人的看法 海洋局在一些事物 包括我待會會講到這個議題 其實這些工作是誰在做 卻是水利局在做 所以我希望海岸管理法通過以後 我們的市政府要儘快調整 對應的單位 對應的事物 來落實海岸保護 那是不是先請教我們海洋局長 我相信您應該也有到中央去開會 針對這個海岸管理法通過以後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定位在哪裡 可以做哪些事 那甚至提出我們需要的相關的計畫 那請海洋局長 是不是回答看看喔 針對海岸管理法 我們高雄市政府後續有什麼作為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想整個海岸管理法 在去年2月4號公布施行之後 那依照海岸管理法 目前相關的規定 整個內政部必須在兩年之內 制定出整體的 整個台灣的整體的海岸防護計畫 然後這樣的一個整體海岸的防護計畫之後 來分整個整個各個區域的不同 海岸的保育的必要性來分級 那所以說今天這樣一個 這個內政部必須在兩年提出 那目前內政部都還在訂定當中 到底哪一些海岸是屬於一級防護的部分 一級防護以及保育的部分 然後哪一些是屬於二級地方需要做處理的部分 其實目前內政部都還繼續在研究 所以說目前來講 整個海岸防護的工作 當然還是以目前現行 包含整個第六河川局的部分 或是我們水利局的部分 還有我們整個海洋局可能協助的部分 可能照目前的現在現有的一些分工去做處理 你對目前高雄市有可能納入海岸管理法 所謂海岸地區的這些區段 現況的使用 甚至我們後續的規劃 市府整體的規劃 還是當地的需求 你了不了解 我想我們這個持續都會 還是會配合相關的這個單位 包含河川局 包含水利局這一邊 然後去針對未來 因為其實到底哪一個 哪一段的海岸範圍 要被界定是中央的 或是地方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持續 也都會跟地方做一些溝通 跟了解這樣子 好 謝謝 我想 希望說我們市府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真的 來專責這個海岸地區的 如果沒有 也必須在橫向協調方面 是相當順暢的 因為過去 待會兒會提到的 其實 這是我們大高雄的海岸 大概六十幾公里 那 我們水利局在100年 應該是101年 有做了一個 大高雄海岸景觀 及整體 大高雄海岸環境 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的 這樣的一個報告書 那也對於我們現有的海岸 做了一個 蠻徹底的調查 包括它的地質水文 相關的海底地形 相關的資料背景 做了一個調查 那大致上高雄的海岸由北到南 可以分成 從潔定 潔定 這個潔定區 開始一直到 紫關 大概 這是一段 這是高雄的最北段 然後過了典保溪 有左營軍港 但是左營軍港 並沒有在這個計畫範圍裡面 然後再往南 就是我們的柴山 柴山有在這個計畫範圍裡面 那再來就是西紫灣 再來是高雄港 這個我想是因為港區範圍還是怎樣 因為權責上還是有一些疑慮 所以也沒有在這個計畫範圍裡面 然後在南邊就是 過了這個鳳鼻斗 就是我們的林園海岸 我想非常感謝水利局過去幾年 還有我們市府 我們針對潔定海岸 那針對林園海岸 那當然也針對 當然這也有一些是公務局的 工作針對齊金海岸 提出了也落實了 做好了相關的海岸保護工程 相關的海岸景觀的工作 但是有一些點 我們剛剛講的柴山 還有待會會提到的 其實高雄港 雖然是港務公司負責 但是基於住在這裡的 在這個海域上生活的 這些人都是高雄人 待會會提到 我們高雄市政府我會問 要怎麼來保護這些人 我們先看柴山海岸 其實根據水利局從94年 用這個GPS定位 來觀測柴山地滑的創況 在這本報告裡面 有提到柴山地滑 我想市長應該清楚 柴山的地滑是每一年 每一年都在動 上面有住人 雖然微數不多 微數不多 不過它叫桃園裡 那這報告 針對這個地滑的狀況 提出幾個要素 原因 主要的原因 大概我自己歸納是三點 第一就是雨水 雨水 第二就是它本身就是一個比較陡峭的地形 就重力造成的 第三個是坡腳受到沖刷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 也有提到一些改善方案 那當然主要是針對坡腳的 那這幾年呢 我剛講要感謝水利局 就是水利局協助爭取中央 農委會水保局相關的計畫 來幫助柴山這邊的居民 我剛講雨水嘛 那雨水為什麼會沖 因為就是雨水 四處淨流嘛 去沖刷嘛 那水利局在這方面 把柴山的整個排水系統 做了一個整體的改善 那目前應該是 我相信它一定是有效果的 畢竟柴山的地址 是石灰跟這個沙岩黏在一起的 那上層被這樣刮 它就這樣脫下來了 但是我會覺得 這個 這方面 是不是只是一個 它的一個表面的工作 不是表面工作 就這個方面 只會保護到它表面 它的坡腳的地方 因為它是滑動嘛 有沒有可能就是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這個 這個坡腳的地方 受到很嚴重的侵蝕 然後它持續發動一開始的一個 一個 滑動的一個起始點 我想這都要做更深的研究 才能找到原因 不過這幾個都是造成 柴山地滑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現在克服的是 雨水的問題 那 陡坡的問題 我想 這是天然的啦 我們不要說人定勝定 我想這也不需要去做什麼大的改變 坡腳 我們是不是要做 就我所知目前 這些工作 還是水利局在做啦 我不知道水利局對於坡腳的防護 到底對於柴山地滑 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改善 因為現在還是每一年都在滑動 我沒有必要來做 是不是請水利局答覆一下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蔡元 那針對這個柴山的地滑 我們想過去在監測的資料是 每年大概滑動的長度 大概10公分到20公分 那最近這幾年我們投入這些水保經費 主要是做三邊溝的一些 節水等等的措施 大概目前的觀測是每年 大概地滑線上只有剩下大概6公分 已經降到6公分以下了 那議員講到這個坡腳的部分 我想這個 我們會再去做一個評估 因為整個這一個 樓竅的邊坡因為蠻大的 而且它的幅圓蠻廣的 那未來我想我是建議這樣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真的是必要去做一些 邊坡上的保護 我們也不會去用那種消坡塊之類的 去旁邊去構築 那我們最近去東北角看了一些 邊坡的保護工作 它也是用一些比較 河川上流段的一個塊石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做一個 那個地質上面的探討 大地工程方面的探討 那如果真的需要去做那個坡腳的保護 我們再去做一個相關的一個計算 好謝謝 我想其實在這本報告裡面有提到一些方案 那個方案的總經費大概是一千多萬 就是做蛇籠保護這些海岸 我希望市長能夠來注意這個問題 就財山居民而言 我是覺得其實不是地方政府而已 包括中央政府 其實我個人會覺得欠那個公道 大家知道財山居民 其實他們住的是 不是很安穩 因為動不動就會收到佔用土地 等等的這些信函 他們要去應付 那這都是有歷史因素的 他們在戰亂的時候 從財山下來 這是後期的 那在之前 它是一個管制區 其實他們是住得很不民憤 那他們很多其實確實 我想 這個我想我們也不用誇大 很多真的日據時代就住在那邊 日治時代就住在那邊 那當然 土地的問題 我想這個可能 我們會來繼續努力 我一直希望說可以幫他們做一點事 那市政府這邊我剛剛講 地華的部分 因為確實也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安全了 大家都會怕怕 那市政府這邊未來真的 做了 提坡腳的保護工程以後 如果評估是值得去做 應該去做 做了一定有 不管效果多大 是不是市府這邊能夠協助來 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還要提醒水利局 其實在財山海岸有一小段 有做坡腳保護 那根據當地的說法 因為這個沒有去做一些科學調查 可能也 我也不是很確定 不過當地說法說 有做保護的那一段 它其實是不太滑動的 這是根據當地的這個 長輩朋友 因為財山那邊也很多長輩 所講的 我覺得這個要去調查看看 如果那個屬實 我會覺得 我們市政府是不是可以來花這筆預算 來做那個保護工作 那再來要談的是 高雄港週期二期的這個 天海照路的計畫 應該是三月底吧 在高雄港有一場很大的這個 遊行啊 或抗爭也好 其實就是 從林園一直到前鎮 一直到旗津的一些漁民朋友 他們開著他們的船 集結要來抗議 抗議什麼 抗議週期二期填海照路 對於他們的這個漁權的損害影響 那沒有溝通沒有補償 那當然這中間有很多的問題啦 我是想讓市政委這邊了解到說 週期二期 這做了好像是 填海照路幾十公頃的土地 目前應該大致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二港口 二港口的難題 原本就是拉這條線過來 這是我們的高雄港 是南興計畫 週期二體就是這樣填出來 那預計填好 大概像這樣 像這樣 這一個示意圖 那這裡要做什麼 做這個 石化儲存磚區 那還有一些港附用地的磚區 就整個環境面而言 這樣一個那麼龐大的一個結構物這樣做出來 勢必會對周邊的海流 對周邊的生態有影響 那這個計畫 當然是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啦 不過呢 在漁民的想法是 做了這個之後 到底他們該怎麼生存 那當然 幸好啦 他們原本還要再發動一次抗爭 那 中央趕緊介入協調 我們當然也希望 在那樣協調的結果當中 會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我希望海洋局這邊 能夠主動 介入了解 漁民到底要什麼 中央可以做到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中央的計畫 這條條 我們只是在旁邊而已 就獵襲嘛 獵襲 講難聽一點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絕境權 不過我想我們要發揮我們地方政府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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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立場表達清楚 如果幫助這些漁民 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能夠有一個有效的出口 那 另外漁民他們也擔心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 這裡有一個石化的這個 除草的一個磚區 那他要幹嘛 各位如果仔細看 這裡 有一點一點白色的點 這是大林煉油場 這很好喔 他們要把大林煉油場 這裡的除草 這如果做好要刷來這裡 因為這塊是中油屯的 那當然很好啊 當然很好 不過呢 地方上有一些消息說怎樣 武清去年底關閉了 好像要過來這邊 我不知道這數不數實啦 我相信市政府不會給過來啦 那也不可能啦 他們要過來也不可能啦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訊息 大家擔心的問題 我想我們市府必須要更積極的 去 去了解去溝通 讓 在這邊我想 大林煉油場 居民在這裡啦 在這裡啦 這邊 大林煉油場 有中鋼 還有這個南興計畫 他們大概被一些 產業啊工業園區給圍住啦 其實他們那邊的生活環境 確實不好 我想這當地的 我們議會同仁也非常關心 所以我覺得 欸 大林煉油場 未來 如果能夠如實 他這些油草移到這裡以後 這裡相關的規劃是怎樣 這個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方案啊 或了解出來 讓民眾能夠及早放心 那另外我還要提一點 這也是 在相關的高雄港規劃裡面 我們整個海岸的改變裡面 也影響到 漁民權益的一個地方 這個 這個計畫 是二六海堤 碼頭案堤 整建工程 這段海岸就在這裡 那這個海岸呢 在幹嘛 原本有停泊了 大概一百 將近兩百艘的 白岸 港工公司打算在這裡 做填海 要填海照路 聽說是要做一個 臨時的貨櫃的放置場 那填了以後 這些白岸就沒所在去了 有啦 我們港工公司 有幫他開一個道啦 開一個道出來啦 開一個道出來 不過這個道 船出來的地方 剛好是怎樣 剛好是浪頭的地方 白岸大家知道嗎 那個大浪一來 我相信 有可能就翻覆了 所以現在 這邊的居民也非常 這些漁民朋友也非常的生氣 那 這個新聞也有報導 那 我們是 我剛剛講 這些都是港工公司的作為 那 我想我們海洋局 是 來協助我們漁民相關的一些 魚犬啦 生活啦 那在這協調過程中 我不知道 市府 未來在 包括這邊的協調工作 包括這裡 漁民 的協調工作 要怎麼來幫他們解決 有沒有什麼打算 那 是不是也 包含我剛剛講的 柴山的這個 坡腳保護的部分 是請市長能夠答覆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蔡議員 蔡議員 我想這是你的專業 你在這個部分的深入 那我想我們非常感謝 那洲際 貨櫃中心是國家非常重大的政策 如果沒有洲際貨櫃中心 我們未來 九千萬一千萬Q以上的後輪 這個深水是不夠的 現在都為了我們的海港的發展 正在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想高雄市 你今天提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海岸線的問題 貨櫃市的海發酸 差不多六十個公里 這個海發酸 後續都被海岸侵蝕 包括洲際貨櫃中心 影響到 不是插刷而已 我們在 將近八年前七年前 高雄市對於基町 我們的基町 那個海岸 每天衝刷 已經對基町 我們的基町 我們的基町 有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那個時候 高雄市希望 我們的內政部 還是海巡署 中央的預算 我們能夠幫助高雄市政府 來保護我們的海岸線 結果我們求救無門 後來高雄市政府不定義 我們基有自己 編七億的醫生 做了那個 提案前提 我們保護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其今的這個沙灘 已經恢復到 一百公尺 但是 這個部分 有更重大的意義 一定要讓蔡議員了解 那是你的傷口 我們這樣基町 在這兩年 因為暑假 溺水的事件 因為有這個海沙灘 這樣幾乎減少到接近零 能夠維護所有的市民生命的安全 我感覺高雄市政府開七億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做事非常有價值 那現在你說基町 插山這個部分 你說一千幾萬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如果 如果這個部分 我們會海洋局、水利局 他們現在的業務 經常都是必須合作 市政府相關的局處 所有相關的業務 都立即跨局處一起討論 說這個部分我們管理 繼續關心 我還是需要跟中央 來進出 我們也會努力 那接下來 這個部分 剛才說 做去貨櫃中心這些移民 我請 高雄市政府主動 跟公務公司 跟市民團體溝通 我們希望能夠用他們的困難 高雄市政府能夠做一個平台 把移民的困難跟中央 然後尋求解決的辦法 我大概簡單跟參議員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我想市長 願意 柴山的海岸 我們來做個評估 看是不是可以來做 是不是有效 來確保他們的安全 那漁民朋友 我們的市長也會關心 我想 海區有很多案 反應也好 徵收也好 其實就我來看像這種組法 他們被趕好幾次 從民國六十幾年 一直在高雄港開發 趕趕趕趕趕到這邊來 最後要把他趕到很危險的一個提頭 讓他們出路 像這些其實都會有一些比較 都會有一些根本的做法 那把它做好 我相信這些 漁民朋友 不管是他們往後的生活等等 都可以更好 那像這些我想市府可以來繼續來做 那再來下一個議題 這是這個SOM 是一塊香皂 我不是要講黑心香皂 其實我是要講SOP 標準作業程序 這是古山區南北 那黃色線大概就是沿著柴山邊緣 那經過了最北邊 這個從果帽接過來就是內圍 一直到這個古山二路沿路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古山大牌 為什麼要講這個SOP 其實講起來會蠻生氣的 為了古山大牌的親疏 古山大牌經過古山區的自強里 包括龍井里 這有一個柴山的登山口 然後一直下來到鄭德里 為了古山大牌的親疏 再來是接到厚生里這裡 然後從台泥出來 從七號運河 為了這個親疏 應該辦了不下十場會看吧 針對不同的區域 那有些又是誰要做 有的環保局啦 有的水利局啦 甚至有觀光局 分那比風災 大家還記得 內圍地區淹水 蠻嚴重的 那 大牌的親疏 就是在訊息來臨之前 能夠預防 會產生這個 集水啦 排水不良 造成淹水的一個 事先防護的作為 那結果在這個大牌啊 從 靠近台泥那邊 有水利局來做的 那自強里那邊 之前 有環保局 現在聽說又改成水利局 那 登山口那邊 因為那裡有一個 觀光局做的一個水池 我們會看到 將近花了大概半年還一年的時間 才找到要做的單位 那像這個 我想我在這裡提出來 我希望說 我們市府這邊 真的 這是 一個很平常稀鬆的工作 訊息來之前 都是我們政府該做的事情 不應該有 不同的局處 每次都要會看 其實包括很多工作啦 那我希望說 這個能夠建立一個 不要 說 欸 誰又反映 又找不到人來清 要找議員辦會看 才能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我覺得這 這不應該是 該發生的事情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所以 我希望 市府裡面 來主動把這個問題解決 主動把這個問題解決 大家都很辛苦 市府財政這幾年 我想 也蠻辛苦的啦 包括負債 包括舉債上限的問題 那我也曾經在議事廳 跟市長講說 我們的建設 是不是能夠慢一點 市長跟我講 高雄的建設不能等 我當然認同 但是 有沒有想過 我們做那麼多 那 維護的經費 勢必要增加 那在我們現有 財源相當有限的情況下 調度上 就蠻困難的 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 財源不足 能力不足 我希望不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 應該要來思考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造成的 當然希望不是 那責任釐清 我們也希望高雄社財政好一點 不過因為 房地產的關係 我們的財政局 地政局 一些抵廢地 一些設定地上權案子 好多都流標 那這個過去幾年 這也是我們一個蠻重要的裁員 幾十億 那這個缺口 未來會不會更大 還是 隨著房地產景氣的回復 會更好 會不會回復我們都不知道 我希望說 把這個建立起來 那趕快來做 那其實也包括很多SOP 比如說我們登格勒在巡查的時候 登格勒巡查是環保局的業務 巡查那些資深員 我們的水溝有沒有去看 我們的老舊公園裡面的排水溝 有沒有去看 那也是很大的資深員 因為 有一些民眾不服氣 水溝都會吸水 水都不可以 結果我這裡 確實啦 我們不是說 這個情有可原 防疫必須是大家一起來做 被抓到 我想這個 也不可以說 但是 如果我們的這個比例原則上 或者是我們這個大原則上 我們自己的水溝 我們自己公園裡面的水溝 水溝 沒有清耶 我們很多水溝 這都測溝 這都幾十年的產物啊 我不相信那個水溝 會有多順暢 像這個 我像師傅 是不是趕緊 來做一個檢視 這工作很浩大 要花很多錢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開始來做 那這個也希望 我們能夠把那個做好 再來這個問題 我想交通局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是大孫一路 這是大孫二路 柏外路在這裡 剛剛講 財政局有一個設定地上全 就舊榮華國小 大概 將近四公頃的土地 要標售 不過那個報紙上說 那個價格蠻高的 所以流標 不過這未來是商業使用 這是商市 這裡 一大的亞洲廣場 應該是在前年動工吧 對不對 好像說三年要完成 所以應該也是明後 今明後年 那這裡又一個美商的大賣場 我覺得交通局能夠注意 注意 這個未來的交通流量 現況是這個還沒做 這個還沒做 這裡有了喔 假日 我想 這大賣場 很多人愛去 所以呢 這邊都很容易造成堵車 那未來義大如果做好了 這邊設定地上全 我們也希望它順利啦 做好了以後 這整個交通流量 勢必非常的大 這邊有事先做好評估 那該 他們 內部該消耗的 我們外部該來配合的 能夠來做齁 這裡又有一塊 這一塊 這個是一個停車場用地 那 這邊 這邊 因為停車場用地 那我們 交通局這邊 打算來做一個 共構 委外來 來 開發 然後做一個共構 我提醒一下 再一個 這邊在做了 對周邊的 運量 要慎重考慮啦 因為那一天說明會 我沒有到齁 服務處 助理有過去 聽說初步是一個 12樓的規劃啦 那裡面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 機關設施啦 也許會啦 商業設施啦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再請交通局 能夠 回去要注意一下 因為時間有限 也 也就不請你答覆 然後 其實這個問題 講到的 這裡為什麼要做 做這個案子 其實主要是 在 北谷山的地方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呃 除了學校 除了警政單位以外 是 沒有任何的這些 喔 除了 美術館 是沒有任何的 機關單位 中央單位 我們不管啦 有一個很大的高等法院在那裡 那所以 民眾希望有一個可以 去的地方 越南市 那我在幾年前也建議過 古山區公所 是不是到了可以移動的地方 那看在保真路那裡 那我希望 這個部分 民政局局長那天也答覆 會回去 來評估看看 欸 相關的可行性 我想 這個部分 希望市府能夠 帶回去 因為時間相當有限 那 那 我來插播一下 這個 交通局長 是可以請你 因為今天剛好就有人跟我反應 我們的奇經卡 聽說更換的時候 原本是用身份證 引本就可以了 現在說要改成 戶籍騰本 大家聽了 不會覺得太老名嗎 這個部分我希望交通局 趕快把它改回來 那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你們要改這樣 你們 去了解看看 怎麼做 換個卡 竟然還要帶戶籍騰本 我想這 請我們交通局長待會再答覆 我把這些議題都大概再講一下 那再來是鐵路地下化 我想 上禮拜大概 也算運氣不錯啦 這個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到高雄視察幾個 他們交通部門相關的一些重大工程建設 我也感謝這個黃昭順委員 還有李昆哲委員 他們兩個 帶我們到鐵路地下化下面去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鐵路地下化在 高雄計畫 也就是古山段這個 百分之九十都完成了 包括軌道的鋪設啦 包括站體的設置 差在哪裡 其實 原本一百零六年要完工嘛 因為鳳山計畫一些土地的問題 那 預計延到一百零八年 那是在南邊的部分 在北邊呢 又有一個左營地下道要封閉的問題 我在這裡要講說 目前我們了解的 這個 左營地下道封閉四百二十天 四百二十天怎麼算 它中間 它最後是有一百天 是地下道復舊 地下道復舊 那地下道為什麼要復舊 就是鐵路地下化以後 我們上面的路行 有沒有要平面 這個都不知道 所以它只好復舊 這一百港在這裡等 那這個路行的設計 從最早說要 橋要拆掉 到現在又要維持目前的現況 像這個 我們不知道 當然民眾希望那邊是平民化 更安全 待會是不是請 看會後怎樣 我們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最後我再提一個 我要提醒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蔡議員 蔡議員關心我們 我們大概整個古山 左營有很多 我們交通的問題 第一個 古山大牌是區域的一個牌水 它是水利級的權責 如果有權責的這個不夠清楚 那這個我請秘書長立即協調 那我也希望市政府相關的急促 我們有一定標準的作業程序 那我也不認為說今天有很多一定要勞動 好像必須要議員或者說一定要現場 如果是我們市政府該做 那我會覺得我們是應該自己提早 自己應該了解問題之所在 然後立即去解決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那剛剛蔡議員提到有很多交通的問題 那高雄未來的現階段 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那交通就變成是我們要去面臨的挑戰 那我想交通局陳局長是非常的專業 不管未來整個這個我們要面臨好多好多 未來的開發 那現在包括現在大魯閣 這也是我們的挑戰 一方面我們要發展 一方面這交通未來 我想陳局長他們 應該邀請我們相關的局處 不管是道安會報等等 我們要有一個最完整的規劃 那有關於這個提供地下道這個問題 包括鐵路地下道 原來是說106年一定就要通車 現在又要延宕 但是我想我們也有市政府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希望透過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 未來在交通部 我們認為所有政府的公共工程 都應該如期如止 不要一再的延宕 一再的延宕就是造成我們交通的黑暗期 會造成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想我們對於蔡議員提出來 所有的問題 我相信市政府所有的團隊都會很立即 同時我們會非常的重視 那我們有一些可能立即需要跟蔡議員說明 包括杜倫 包括國道10號 時間的關係 我就請相關同仁再跟蔡議員做說明 謝謝 請交通局長說明一下 謝謝主委長 謝謝蔡議員 蔡議員關心那個 這個奇金卡換卡 他的一些程序跟需要的證件 那我先跟議員說明一下 其實去年 去年一整年 從 去年下半年我們 蛤 對 換心卡 我們總共去年 為了要讓奇金居民享有 過去一直以來 這個免費搭乘的這一個優惠 我們希望說在奇金卡上面可以有照片 所以我們去年總共換了九千多張 但是同時 也有三千六百一十四張是來補發的 那我再順便跟議員報告這個數字 今年一月到四月 我們總共每一個月平均都有兩百五十張要來補發 換發 他報醫師就要發 所以到現在已經累積一千兩百六十九張 所以 當然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奇金居民 希望針對奇金卡的使用 能夠更加的珍惜這樣的一個 特別的 市政府對他們 對這些 市民朋友的一個照顧 那 有關他來換發 他的條件 其實在101年我們的公告條件裡面就有 請他們攜帶三個月的戶籍成本 跟六個月內的照片 當然如果是 必要的話 會有一點點規費的收取 那為了 最主要就是為了希望我們要確認 這個奇金居民 他真的是在那邊的居民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資源 能夠確實的讓奇金居民來享用 所以 需要這些證件來做查對 對 這個附證系統 這個部分如果有一些附證系統 可以我們改善的 我們一定會來研議 謝謝參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